大家好 還沒出去買菜 因為我今晚要吃得很厲害 如果覺得飽就吃幾塊這些蕉 你覺得飽嗎? 不知道是不是要加點白酒 前酒 我還沒做過 你真的厲害 你用香檳來做 好,我忽然回來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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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會剪下去 你明天就會聽到這把聲 幸好剛剛在討論 MBTI 不如我們也測試一下 所以稍後我會看自己是哪一類 好,晚上上網找了兩個 兩個 NBTI的網 我覺得好像測完兩個才比較 現在就開始 都是用12分鐘 挺快 對 對 測出來是探險家 我的人是 ISPF A和T 有什麼分別? 探險家是真正的藝術家 通常用審理設計 選擇和行動來打破社會常規 探險家 有美感和行動方面的實驗 顛覆傳統的期望 沒錯 我真的超不喜歡人家控制我 我其實很矛盾 因為我都很喜歡聽人家指示我 但我又不喜歡人家控制我 那樣東西是我要自己知道了 決定了 舉例,可能拍片這樣 如果我身邊有一個企劃 幫我想完整條片是怎樣拍的話 我會不會開心 然後我會很願意 跟著這個企劃去做 但是前提是 那個計劃是 我也要有參與的部分 就是重點是我決定了OK的 這樣才行 如果那些重點是我不OK的話 他是怎樣叫我拍 我都是不會拍的 好像有點盡了 很滿意自己的身分 會是一個多彩感情的上來介意 與人們和想法的聯合 他門深受啟發 他門樂於解讀自身聯繫 利用自身和新的視覺 重新實驗和發明 沒有人比他們更加喜歡用這種探索和體驗 做出一種自發性 令到看片間環境變幻目測 甚至對親密的朋友和愛人都是這樣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是人家對我的看法 我自己就... 我經常變了 是真的 譬如這一刻 我忽然會很想吃叉燒飯 然後我家人或者朋友 聽到 可能想著今晚跟我去吃叉燒飯 但是到了今晚 我就不想吃叉燒飯 我就可能想吃pasta 或者是... 那一刻想做 或者想吃的東西 就說出來 那個想法 那個慾望 就未必在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都是這樣 是不折不扣的內向型 我都說我內向的啦 沒有人相信我內向 每個人都說我不害羞 每個人都覺得我超內向 但是... 現在... 展示出來了 我是內向的 去到螢幕 養蒸燭蕭的時候 會讓朋友大喜一驚 在督著的時候 不代表我們閒座著 我們會利用這些時間 去自我反省審查自己 重新評判自己 遇久的冤過去或未來相比 更願意思考似黑的自己 搖身一變 從他們隱退的地方歸來 這一個會是我心目中想做的事情 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我都幾常反省自己 有沒有一個改變 就是另一回事來的 都是的 我比起過去和現在 我比起過去和未來 我都會經常想 現在 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但是只有想 實際上那個執行力 那個行動力 我就覺得跟不上我的想法 將用各種方式去解放自己的激情 會比其他人更容易 差點有風險 難怪我喜歡滑雪 都是我喜歡刺激 喜歡玩機動遊戲 如果你說平平無期和刺激 我一定是選刺激的 如果這些評價是黑白 又經不起推敲 就會帶發淚停 有時看到很多留言 既然是真實 又覺得沒什麼意思 就會很生氣 就會很生氣 為什麼大家 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又要亂說話 是無奈多的 探險家對旁人的感受很敏感 和重視和 面對批評的時候 很難做到冷靜遠離 風暴中心 超難 一見到有人批評我 我就會 轉到那個點 就會自己在想 究竟 我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做了什麼 會不會是 我自己這樣做了 但是我不知道 給了別人一個這樣的感覺 但會在當下 也有好處 但是爭論中冷靜下來 通常都可以不計前言 繼續前進到沒有發生過 都是的 我情緒都很容易波動 但是 代表我的情緒都很快會過去 最大的挑戰是 計劃未來 沒錯 可能小時候 會寫我的志願是什麼 好像叫我們寫100字 我那時候好像寫空姐 還是律師 因為其實我都沒有想過 是全部亂寫的 其實好像有跟大家說過 我做youtube的時候 都沒有想過youtube會做這麼久 純粹那時候 是從興趣開始 我也想不到 做到現在這樣 其實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沒有很認真地計劃過 我的未來是怎樣 我經常覺得 計劃是會變的 就算計劃了 你也未必可以跟那條路走 預計是這樣 不如見步行步 意義存在在生命的每個角落 通過計劃行動行為 塑造自己的身份 不會在資產和退休的方面規劃未來 而且確實是 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這兩件事 建立是由人生體驗 而不是股票組成的投資族 我經常覺得 讀萬卷書 不如走萬里路的那一隻 所以 所以 走了很多萬里路 好 現在再看 第二個網 她 都是 ISFP 一模一樣 兩個 真的準 兩個都 這裡就有顯示 外向和內向 其實是 中間 有外向 有內向 尋正 友善 敏感人詞 欣賞目前癱瘦州發生的事情 喜歡有自己的空間 沒錯 做事可以把握自己的時間 忠於自己價值觀 忠於自己總事的人 不喜歡爭論和衝突 不會迫別人接受自己的意見和價值觀 沒錯 超準 保留很多強烈的個人理想和自己價值觀 更多通過行為 而不是延遲表達自己深層的情感 沒錯 但我覺得 這件事是因為我自己的說話 不是特別厲害的關係 所以 我喜歡用行動多個說話 除了要貪患相知和順利的人一系之外 貪患不經常表現自我的另一面 因為這個人不喜歡直接表達自己 所以蛇鼻 我這一面其實都跟初相識差幾遠 一開始可能你會覺得我是 嗯 正正常常 很女生 但其實裡面可能是 瘋的 有耐性 很客觀 善於觀察周圍的人和物 但是 不尋求發言動機和含意 完全生活在現在 所以他們的準備和計劃不會多過必須 因為他們是很好的短期計劃制定者 沒錯 我跟剛才的很多文學 對於從經歷中直接了解和感受到的東西 很有興趣 富有藥術天賦和審美感 力求為自己製造一個美麗而隱蔽的環境 嗯 都是 我很喜歡是 親手做一件事 然後 從中去體驗一些東西 沒有想成為領導者 沒錯 其實我真的沒有特別想做領導者 因為自己也決定不到自己要做些什麼 還有 不擅長計劃一些長期的東西 假設可能是老闆 會把東西看得長線一點 要計劃得遠一點 但是我 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 某程度上 我會覺得有少少辛苦的 如果要我 計劃一年的目標 譬如你說2021年的YouTube 我要每個星期做什麼片 每個月有什麼目標的話 我真的定不到這些東西出來 但我相信 譬如阿D他們 就可以了 他們完全是 跟著所有的計劃 通常是忠誠的追隨者 和團體成員 利用個人價值 他判斷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喜歡花繩的認識 會有一個貪門內心的忠誠之人 所以要最基本的上任何理解 在生活中需要和母的關係 沒錯 這個真的 我們就屬於經驗主義者 就是相信那些可以策略證明的東西 護冒險精神 喜歡面對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喜歡自由隨意的生活方式 很明顯啦 做YouTube就是這一種 一想到就會有衝動 做一口氣可食 一口氣把東西做完 但又不喜歡太長時間做同一件事 只是很少的東西 譬如是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才可以長期堅持 多數的情況之下 難以做到堅持不是 沒錯 我經常被家人說我三分鐘熱度 我以前有很多東西都是三分鐘熱度 但是我覺得我比較不是三分鐘熱度的 就是學韓文這件事 都十年了 好像是2010年開始 我到現在都是對韓文是很有興趣 都很想繼續再鑽研下去 但好像除了韓文之外 我沒有什麼可以長期堅持 其實我也是一個挺容易放棄的人 送上自由和主動 很少選擇太多結構和規則的活動環境 理所 適合能力強 除了營安和使用實際 都是的 喜歡可以提供自由 變化和行動的工作 喜歡那些有即時效果的工作 沒錯 我自己就會覺得每一條片都是獨立的工作 所以我是每天 譬如現在12月 我就覺得每天都好像完成了一個工作 然後我挺喜歡這個感覺 我是這個情感型經驗主義者 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好反改變他人的生活 做自己認為很有意義的事 我覺得這個好準 這個準一點 他的解說 但我有潛在的弱點 就是因為我不可以一路遵循自己意見立的規則 所以有時會逃避約束或者計劃 說回youtube做例子 我記得好像上一年 我有定每個月做什麼目標 但是我也是實行了幾個月 我就沒有做下去了 因為計劃降不上變化 這個就是 想不到我肥炎爆 我自己又忽然間有情緒上的問題 這些都不是我計劃中的事 所以有時會在想自己會不會太容易去說一些承諾出來 所以其實有時都覺得很自責 經常都反映自己應該要想清楚才做的 很多事情都 譬如今個月十二月 每天出片其實我都覺得有點壓力 因為 其實每天出片是辛苦的 但是我又承諾了這件事 我不想又做一個順口開學的人 今個月我怎麼辛苦呢 我都會頂下去的 喜歡為自己創造一種優雅而過性化的環境 譬如我現在這間樂園 我天生對他人有高度的敏感 總是難以拒絕變 對 我都覺得拒絕人很難 有時為了滿足其他人 所以他在平衡工作 以至過程中忽視了自己 過分忽視事物之間內在的聯繫和邏輯思考 難以理解複雜的事情 對呢 我真的不太喜歡去談一些太複雜的事情 有時可能朋友間聊天的時候會講一些很難的主題 但我那時候就會發吵鬥 你對他人的批評會感到生氣或氣餒 有時會過分容易自責 以前好像沒那麼嚴重 但是這幾年我會想是不是自己的問題 是不是因為自己做錯了一些事情 所以導致到別人會有那種對我不好的想法 容易相信人很少對別人的動機有所懷疑 都不會發現別人的背後有隱憾的意義 其實我很擔心被人騙的 我真的很容易相信人 家人經常會覺得我太單純 其實我也覺得 我覺得我的世界不複雜 然後我亦都不想把別人想到很複雜 所以為什麼每一個大人都會想回到以前小時候讀書的時光 就是因為你小朋友的時候 你不需要怎樣去想這些複雜的事情 你還未進入社會 其實你的世界就很單純 每天可能就是上學放學 跟朋友去玩 跟家人吃飯 真的開開心心這樣過一天 那種生活才是最幸福的 我們需要更加注重自己的需求 和對別人的行為加以分析 在分析中間的客觀和偉大態度 會令你們更加準確判斷人的性格 好 這個我要改善的 剛剛看了韓國的KPOP IDOL歌手裡面 有誰都是ISFP跟同樣的歌星 有NCT的JENO TAIL BTS的CHONKU APEN的HOMI SHINEE的ONYU AOA的SORIANG XO的PAKYO TWICE的MINA CHI HO 和ZUI TWICE裡面有三個都是這個人 WOW 好了 看看誰會是JESSICAO的異性 戀愛的表現 一不是就擁有全世界 一不是就是一無所有的經驗 執著用心去感受愛情 所以可能因為愛情受傷害 為了取悅你的愛人 和持續有關 你可能會作出生活中的改變 比如搬屋換工作 或者跟你老朋友再見 OMG 我上一間屋 就是為了一個男朋友去搬的 你會為了愛情做任何事 一旦陷入了愛情 就等於坐在一個停不到的過山車 我尋求的是遊戲伴侶一堂激動的旅程 雖然我情緒容易波動 但我是活得最為逍遙和快樂的人 希望可以感染到我另一半 如果對方可以跟我一起去旅遊 和探險生活的所有的味道 我就覺得很足夠 我不喜歡同僚人長時間去爭吻那些抽象的理論 我喜歡就是享受當下的生活 沒錯 希望對方可以看到我溫柔溫柔的一面 在我脆弱的時候安慰我 分音對我來說是激動人心 和有趣味的 我想起我的朋友跟我說 就是為什麼我可以為了男朋友 去做某些某些事的時候 原來是 嗯 我會和冒險家營表演者營 和挑戰者營都會相處得不錯 因為是偏向愛的性格 可以把我拉出來 沒錯 我也覺得我是喜歡一些 比較活潑的人 我也不希望自己是內向 我另一半也是內向 嗯 我們的世界就會太相似 在哪裡可以找到這個 我的男朋友或者老公 推薦我們去酒會 酒會各種區域 去找我們的天生情人 但那次在我們的文部 酒會和酒會都不算 所以仍然很難找我 OK 戀愛的部分到這段 我們看看這個性格 適合做的職業是什麼 就是娛樂圈的 演員或者歌手 音樂家 作曲 聲樂 演奏家 美術家 講師 或者是做一些節目 放鬆的 運動選手 Dancer 任何種類的社工 或者是一些美容相關的 咦 這麼多中啊 那我也算選對了 好 今天就知道了自己的NBTI 我覺得 是 挺準的 我覺得 做完這個之後 也了解了 為什麼以前會有這些做法 原來 是 真的性格的關係 不希望會因為這樣而虐限了自己 這個只是 大概的形容 因為你始終每一個人 都是特別的個體 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我覺得這些不會是100%準確的 但是真的很值得做參考 看看自己有什麼 需要改善的地方 參考一下 最重要是不要給自己一個框框 因為人是有無限的潛能 所以我們 只要踏出了我們的框 就有很多的可能性了 那好吧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等大家留言跟我說 你們的人格 覺得說得對不對 我不知道 可能會有什麼 我們現在比較有的 詐欺있는景觀 我們一直看 最後一看 我們在 tumb了 來看 還是一點點 任務 這邊 我們很喜歡 趁了 我們10個找夠 我們chine 我們可以 我們來的 我們坐好 我們 我們任務